在熱騷社會 電話 電腦 在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擔當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但亦因為這樣而出現了網絡成人的情況 你們看看 但我身邊的這位主持人都抵受不住電子產品的誘惑 唉 如果你再不認真一點的話 你真的是被人罵了 不敢不敢 真的沒有你收 我猜你一定要好好看下接下來的這條片段 是啊,我們蕭阿楓德宮隊為了提醒大家 不要沉迷於玩電子產品 要自由上網,不要做摩擾世界的奴隸 所以我們蕭阿楓德宮隊正式炮製了這段短片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片,請大家細心欣賞 去片 嘻嘻嘻,夠早吃飯了 讓我打多一會 不行,快出去吃飯了,其他家人都在等你,快出去吧 我先打 吳逸希,零分 吳逸希,阿楓,為甚麼要零分 你明明不讀書,顧著打機 你有沒有搞錯,現在吃飯還打機 你明天還要上學的 你這樣有沒有來猜了點 唉,打多一會兒,有甚麼問題 Suri,阿楓,打個WiFi線 不要啊 不要啊 你有沒有搞錯,有飯這樣打 快出去啊,不要再不回家 出就出了 你們可不可以讓我借宿的燒嗎 我被我老爸趕了出門口,他今晚不讓我回家 真的不可以啦 為甚麼啊 你上次讓我們去打球,但你又放飛機 唉,我只是顧著打機 你有沒有搞錯,就是顧著打機 你都不可以讓我們去打球 我以後不跟你做朋友啦 走 喂,你WiFi用得過兩銀行 現在購買你錢啊 蛤,有這種事嗎 你看,這裡就寫著 咦,是啊,那我應該怎麼辦 你現在一無所有,我都沒辦法幫你 唉 我甚麼都沒有啊 各位同學 你們都看到我們故事的主角啦 學業成績又差 又沒有了他家人,朋友和錢 真的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各位同學一定要記住 我們要自讀上網